相信大家最近为了减低感染的风险 都少了很多户外运动的机会 其实做运动不一定要去运动场或者健身室的 留在家同样可以继续做运动 抗疫期间在家做运动 最重要是要注意个人卫生和环境安全 做运动之前 可能先需要将雜物和家具移开 腾出一个适当安全的空间 除了要记得洗手 还要将运动鞋和运动用品彻底消毒干净 让它们完全干了才可以开始做运动 如果不是很容易会陷害的 现在就等我们邀请香港精英运动员协会主席 与无球运动员陈念慈 教大家如何在家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 与大家一起抗疫之余 同时保持身心和脑部健康 Hello,大家好,我是陈念慈 我会和大家示范在家做几分钟的简易运动 这道运动是适合所有平时小组运动的朋友 老少咸儿 运动前我们需要热身 我们需要喝少许水和注意安全 首先我们做一些热身运动 我们将颈部先向左转 大概4秒的时间 然后再向右转 再数4秒 然后头部向天 向上望 亦都是维持4秒的时间 我们让我们的头部可以伸展一下 好,手部了 双手打转 我们将双手打开 并向后打转 画个大圈 维持约10秒的时间 向后我们可以向前 记住我们保持身体挺直 让我们的关节可以放松 我们拉开 我们肩胛骨和上肢 我们保持身体挺直 和向后转 做完左边 我们继续做右边 重复一次 好,然后我们的手上下摆动 将双手向前平放 我们交替平举 每一次做的时候 我们都发觉有点力量的 好,然后我们叉腰转腰 我们双手插着腰 然后向两边转动 好,现在我们做一做 鼓四头肌的伸展 我们可以拿一张椅 来当作扶手的 我们试一下用手 抬起我们的小腿 右手就提起左脚 我们微微施加力 维持一两秒的时间 好,然后反方向 我们重复动作一次 好了,做完我们的小小热身 和拉筋之后 我们现在可以正式做这一套 我为大家设计的 简易六分钟运动 动作一 原地 缓步跑 我们的动作路线 也都很简单 双手交替摆动 双脚微微提起 外身体保持放松 维持呼吸畅顺 就可以了 动作二 原地抬腿 当左脚提起的时候 右手也随之转向左方 当右脚提起的时候 左手也随之转向右方 重复动作 不断交替 最重要是注意我们的协调性 动作三 原地抬腿 我们可以拿一张椅子作扶手 我们左手扶着椅背的时候 我们要抬起右脚 大腿和小腿的角度 呈90度 然后将小腿来回屈身 维持约10秒 然后我们转向第二只脚 重复动作 这个动作最主要锻炼 我们的四头肌 即是大腿的位置 动作四 原地侧抬腿 动作和刚才原地抬腿的相似 不过今次的动作路线 转是将整只脚向环外伸 我们期间手叉着腰 然后将另一只脚重复动作 动作五 后大腿屈身 我们先拿一张椅子放在身体前面 我们双手扶着这张椅背 然后抬起大腿并向后撐 维持大约10秒 然后转去另一只脚 重复动作 动作六 半针 我先坐在椅子上 然后站起来 向前踏一小步 开始半针的时候 我们双手伸前保持平衡 将臀部拉后 背部保持挺直 双脚屈曲接近90度 记住保持呼吸唱顺 动作七 公布 我们也是用一张椅子去帮手 把一张椅子放在身体的正前方 我们向前踏出左脚 大腿和小腿 要形成接近90度 我们的身体要保持挺直 双手就可以足及 椅背的位置 然后反回我们开始的位置 转向另一只脚 重复动作 不断交替 动作八 仰臥抬腿 我们先仰臥在地上 我们的头微微抬起 然后双脚在凌空交替 要保持脚要挺直 动作九 转体 我们依然就是 仰臥在地上 然后双手 转向两边 我们可以摸到地面 重复动作 动作十 毛巾肩推 我们拿一条毛巾 握住毛巾的两边 大概肩膀那么阔 毛巾会放在颈部后方 然后抬起至双手 伸直为止 重复动作 动作十一 腰部伸展 我们这次也是利用毛巾 去帮手做这个动作 跟刚才的毛巾肩推一样 但动作的路线 转为将身体横向伸展 重复两边 重复两边 动作十二 毛巾前平举 开始的动作 为向前 握住毛巾两端 好像肩膀那么阔 然后上下摆动 动作十三 椅子上抬起身体 先坐在椅上 然后将身体向外移 我们双手 需要扶紧的两边 用力 撑起身体 双手和双脚 保持屈曲成九十度角 我们重复动作 这套运动 这么快就完成了 记得做完运动 我们要消毒我们的用具 和我们要清洁我们的双手 在抗疫期间 我们要继续做运动 和我们要生路健康 拜拜